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西辰问道 不喝了吧 蓝望鸡道 你不是开了车来吗 魏无羡本来是想喝的 但他感受到了蓝望鸡的不快 蓝望鸡不想让他喝 那就算了吧 魏无羡呵呵一笑 不喝了 硬丑天天喝 都喝烦了 蓝西辰也不强求 因为在天台上的一幕 蓝望鸡整顿饭都在观察他哥和魏无羡的一举一动 甚至连眼神都不放过 观察了好一会儿 发现他哥和魏无羡之间 都特别自然后 闲着的那颗心才放了下来 蓝望鸡挑了鱼 跟以往一样 把鱼刺挑干净了 推到魏无羡面前 轻声道 你尝尝 我哥特地交代了少放散 蓝望鸡说完这话 就一直盯着魏无羡看 连魏无羡眼底 任何一丝情绪都不放过 好在魏无羡问心无愧 眼底一片清明 而他哥更是满脸都写着光明磊落 喜间有我跟魏无羡对话 眼神里均没有半分余矩 蓝望鸡抿了下唇 又给魏无羡包了几只龙虾塞过去 饭后 几人坐到巢房闲聊 聊的都是一些让人放松的事情 蓝望鸡在一旁听着 突然开口道 哥 我以后就搬去跟魏英住了 两人军事一愣 蓝西辰倒是早就猜到了似的 只轻轻一笑 你已经成年了 自己决定就好 这是蓝望鸡突然决定的事情 没有提前跟魏无羡商量过 这句话一出来 就弄得魏无羡有些恶然 他道 那个 蓝湛 你还在上学 我那里离你学校很远的 他其实想说 蓝望鸡周末去他那儿就行 毕竟 蓝望鸡还在上学 要拿学分 他不能影响蓝望鸡的学业 下一秒 却听蓝望鸡一本正经的道 周末 我会来陪哥 挺贴心一个弟弟 蓝西辰笑了笑 低头吃菜 并不打算掺和他们的对话和决定 哦 魏无羡哈哈笑了两声 面一眼蓝西辰 见蓝西辰只顾自己低头吃东西 没有一点反对的意思 才放心下来 但嘴上还是硬气的道 你愿意搬 就搬吧 嘴上这么阴着 脚窃在桌子底下 重重地踩了蓝望鸡一脚 叫醒人的力度不轻 蓝望鸡有些疼 但还是面不改色的 端起魏无羡面前的咖啡杯吹了吹 吹凉了递给魏无羡 催促道 快喝 魏无羡没好气的回他 喝咖啡也要催 蓝望鸡抿着唇 看了魏无羡一会儿 给自己心急回家 找了个很好的理由 咖啡喝凉的慈激味 闻言 魏无羡微微走起了眉头 刚才蓝望鸡帮他吹凉咖啡的一幕 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 便无奈地笑了一下 对道 那你还吹 蓝望鸡这下没什么话说了 只是眼眨不错地望着魏无羡 眼底似乎还晕染着若有若无的委屈 看得魏无羡一下心软了 他就见不得蓝望鸡这委屈巴巴的眼神 就按你蓝望鸡委屈 魏无羡眨眨了下眼睛 立马不说话了 抬起咖啡杯就喝了一口 蓝望鸡这才满意地笑了一下 站起身道 你们先聊着 我去收拾几件换洗的衣服 看着两人这么快 就敢在他面前如此秀恩爱 蓝溪尘表示没眼看 心说 他刚才应该反对一下的 吓唬吓唬他们 看他们还敢不敢不顾他人 感受得在他面前这么秀恩爱 到底是错过机会了 只见蓝望鸡起身 走了两步 又折了回来 用手轻轻拽了拽了魏无羡的衣领 魏英 你跟我一起去收拾 啊 为什么 魏无羡不明 所以 下一秒 就被蓝望鸡拽着胳膊前行带进房间了 要命 狗 情侣 蓝溪尘望着那一堆背影 偷偷拽拽的进了房间 又把房间门关上了 才敏锦唇 闭上眼睛 抬手无奈的抚了抚眉心 自言自语道 说好的你们先聊呢 而房间内 蓝望鸡一进门 就把魏无羡抵在了门上 低头吻了下去 魏无羡吓得瞪大了眼睛 连忙伸手去推蓝望鸡的胸膛 低声喝道 蓝战 你疯了 你哥还在外面呢 他会听见的 蓝望鸡却不管不顾的 继续低下头去亲吻魏无羡 他的吻霸道而毫无章法可言 舌头在魏无羡的口腔里暴念横扫 似乎在带着某种不安和惩罚性的撕咬 偏偏 魏无羡被弄疼了 也不敢发出声音 害怕被蓝溪尘听到 蓝望鸡又霸道 魏无羡推不开他 只能稍微示弱 他把手从蓝望鸡胸膛上移开 改为抱着蓝望鸡脖梗跟他亲吻 用温柔的吻去回应蓝望鸡的霸道的吻 只有这样 他才能让蓝望鸡暴念的情绪平复下来 果然 蓝望鸡被这突然软下来的吻弄的一愣 魏无羡赶紧趁机翻了个身 抱着蓝望鸡滚了一圈 反把蓝望鸡逼在墙上 喘着粗气问人 你想干什么